好,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讲题 就是疫苗疯枪也被疯骂 这个讲题就由我先开始 当然在开始之前在这里呼吁大家 一定要申请注册施打疫苗 其实不用选疫苗 因为全世界都在打疫苗 而且当然以后开放可以选 有的选总比没有的选还好 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权利 所谓的民主就是选择的权利 你有的选 如果政治上你没有的选 那就不是民主 所以能选当然是最好 但不能选其实也没有多大问题 因为每一个疫苗都在全世界都打了 现在谣言满天飞 叫人不要去打疫苗 甚至有人篡改一些著名学者所讲的话 然后说打了疫苗两年后就会死 美国英国已经死很多人 以色列死很多人 其实大家想一下就知道了 美国英国以色列 他看重人命的程度远远比我们的国家高 他们尊重重视生命的程度 所以如果真的这么多人死 他们不会抢着打 而且打这么快了 这是第一点 在美国英国这些国家随便随便就告人的 如果这个疫苗真的打死一个人 疫苗公司早都被告到破产了 那你可能还可以推出全世界 所以不要给这些谣言欺骗 最好的疫苗是打进你身体的疫苗 因为疫苗 当然每一个疫苗都有风险 你吃花生喝牛奶都有风险 有没有人吃花生死 有 有没有人吃喝牛奶死 也是有 因为会过敏 有些人会过敏 吃花生死跟喝牛奶死的比率 是远远高过打疫苗死的 所以不要担心这么多 我们承受不起疫苗的危险 打疫苗 承受不起这个确诊的风险 打疫苗保护你 然后你可能会死的几率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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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于你中武汉 中武汉肺炎或者是covid-19的 然后死亡或者是重症 不要以为年轻就没有问题 我们有朋友30多岁20多岁 都进了ICU 甚至有人死亡的 所以绝对要去 然后疫苗 风抢这个课题 当然 应该抢 我本身也有抢 但很可惜 我没有抢到 但现在有消息说 你没有抢到的人也会预约到 然后已经慢慢的公布 我还没有收到 我求神拜佛 希望我会收到 我老婆是抢到了 我老婆的姐妹也抢到了 然后他们也有帮我抢 都抢不到 证明很多人要去打 这是一个好消息 100万剂疫苗 半个小时 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抢完了 但我们 我相信华哥放这个问题 不是要讲这些 其实最主要讲的就是 为什么大家会疯骂 因为像我 我花了一个小时在那里 按按按按按按 结果都不能成功 一直卡在选地方的那边 相信很多听众都一样是卡在那里 但老实说 我不觉得这个我们应该骂这个政府 大家抢机票 几十万人抢 他也一样是卡 很多人说淘宝双11双12 不会卡 其实错的 我每年淘宝双11 我都去抢书 我买很多书 我每年都去抢书 到付款那里也会lag 尤其是 因为双11是一整天 24个小时 所以你 他的人分散了 但是你在 12点之前的那半个小时 他同样是卡 因为那半个小时 全部人都涌进去买 所以很多人涌进去 这个卡是非战之罪 老实讲是非战之罪 所以我不认为要用这个东西来 抨击政府 而且他卡的情况远远比AASIA的还好 AASIA一个这么大的企业也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AASIA一卡是都买不到的 所以卡我认为是非战不知罪 但是现在很多谣言 用7000万 还没有证实的东西都是谣言 当然我们希望政府可以出来辟谣 用7000万来做这个网站 然后而且是用免费的 这个网站的template 就是它的模式是免费的 这个当然我们要追究 如果有贪污腐败 在这个疫苗上面 有人在发国难财 我们当然要去抨击 要去揪出这些人 但跟这个卡 其实我不认为有什么关系 现在很多爆出来 疫苗从推出到现在 一直都有很多弊短 比如大人物插队 一直都有听到 我相信 现在开放私人医院 然后现在也有很多消息出来 是私人医院它不是给你买来打 是它为了更快的接种 让私人医院来帮忙接种 所以私人医院它本身 有些人没有来 它会把这个slot 安排一些standby的人 安排standby的人你可以来打 然后它跟你收钱 所以这些都是它的弊端 还有花了两亿 它有预计两亿打疫苗 要买这些礼物给来打疫苗的人 当做一个鼓励 向大家去捐血 他会送你一点小东西 送你mylo mylo这些东西 其实他们也有预备这个钱 这些钱到底是不是有花在刀口上 这些我们都是要追究的 所以不要混为一谈 我们要就事论事 这是我的看法 完全同意诚哥所说 而且你这个是责任 你已经下定决心要打 你已经抢到了 你把我们这些很想打的人的配额抢到了 你就有义务要出席 就像你去跟人家预约剪头发 人家已经把时间留给你了 你没有去 那人家那个时间就空住了 本来他可以赚钱了 他就少赚几十块钱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而且这个疫苗 大家要知道 疫苗是需要冷冻的 他拿给你出来打 他就没有冷冻了 所以很可能你没有出现 这些疫苗会报废 白花花的钱 而且这个钱是我们的钱来的 就消失了 就没有了 所以真的一定要出息 而且不只是冷冻的因素 因为很多疫苗是装在一罐 有些疫苗像辉瑞 据说我所看到的资料 一罐是可以给五个人打 他要稀释的 所以他已经分配好五个人的量 如果只有三个人来打 两个人没有来打 这两个人 这两罐已经吸 这两个人的分量已经稀释了 也是白白浪费了 所以这个责任一定要做到 然后我补充一点点 就是刚才我说 这个网站卡的问题 我引述我一位 好brother 我的大哥 肯大 他昨天也受电台的采访 专门来讲这个课题 他是硅谷 美国硅谷的一个商业大亨 他是专门做这些网站的 SMS123就是他的公司 肯大他有写一篇文章 然后他在直播上面也有分享 其实他给这个网站是七分 因为很user friendly 所以这个网站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差 这个是我想讲的 我们要客观评论事情 我很讨厌国门政府 我觉得他们做了很多措施 但是这个网站的问题 我反而觉得不是很严重 因为真的一百万人 涌入那三十分钟去抢 这个卡是很正常的 很多人说双十一不会卡 我刚才说过 其实是不正确的 我每年都去买书 每年都去抢书 而且我一直在买 所以每个时段我都有 确实人留少的时间不会卡 但是最后那半小时 一小时都会卡 都会付不到钱的情况都有的 所以非战止罪了 诚哥 来 又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